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无服使唐朝最盛行的服装 我喜欢唐朝文化 穿的是唐装无服 不是合服唐装和合服 本来就很上等言论阐述自己的服饰 不论事件本身如何 类似的言论并不罕见 在事件发生前的十天 知名编剧于 正恰巧发了一条关于唐朝背景的新剧微博 也用不喜欢唐太日本风 因为日本本身就是学我们的这样如出一辙的言论 而在更早之前 他的电视剧《美人制造》被质疑造型神似日本阴阳式 他也曾说 这是唐朝的造型 日本研究我们的 除了愚政 范冰冰的五妹娘传奇 陈坤的天圣长歌 乃至更久远的汉武大帝 都曾陷入过模仿日本服饰的争论 所有用意 环机的说辞也都惊人相似日本式学我们 日本和服延续中国服饰 武汉大学赏英冲突事件当事人的着装为人制造巨照 与白无垢对比五妹娘传奇 巨照与武技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 唐代的服饰在中国没有得到保留 却在隔着海洋的日本保留下来了 这时想想都有些蹊跷呀 这件事 我们要从日本的服饰室去寻找线索 他们究竟是如何发展服饰的 由于日本历史发展起步很晚 所以 中国的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早期的服饰只是挂头山或布匹扎树的模样 直到古坟时代受到了当时中国南北朝时期 北方民族服饰的影响 开始穿着上衣下长坤的服饰 其后的飞鸟时代与奈良时代 也接连被中国的隋唐服饰影响 这时期的浅唐史不仅为我们所熟知的 而且的确影响深远 然而 毕竟是两个国家 照搬中国并不现实 日本先是在701年颁布了第一步伐 典容有了自己的典制服饰 进入平安时代后 随着浅唐史的废纸 开始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服饰风格 他们称之为何样的创制 这种失去中国文化的输入 而产生的服饰本土化现象 在朝鲜半岛也曾发生过 由于明朝覆灭 清代服饰改制当时的李氏朝鲜的服饰 因自己的发展 也产生了自己的风格 朝鲜半岛称之为国俗化 这大约可以理解为 日本或朝鲜半岛 在完成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吸收后 开始步入自己的节奏 而许多影视剧喜欢模仿的阴阳诗故事 一般发生在平安时期 自然是不能被搬运过来 当作中国唐代的服饰 穿着白色兽衣的安倍晴明 也村万斋饰演不过这个时候的日本服饰 与现在我们看到的和服区别还很大 大约可以算作日本的古装 日本当然也有古装剧 有古装剧就意味着 日本现今保留的传统服饰 与他们的古代服饰并不一致 距离现代和服的出现 日本服 是还需要走过两个至关重要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小秀在江户时代完成它的融合发展 它来自庶民窗的外衣和贵族的内衣相融合 这个时间大约是中国的名末清初 第二个过程是摄取阳风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企图托亚入欧 这一政治转变在服饰上的影响 就是吸收了许多西方服饰的元素 甚至于我们看到 日本皇室在许多场合 都是穿着阳装而不是和服 都是来自于这个时期的影响 也就是说 我们看着现代和服很传统很东方 实际上它身上的血统 早就经过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洗礼 当和服拨开它的发展内核 对很多国人来说是很陌生 也很难接受的 17世纪小秀明治36年高等女学校 第九回秋季运动会 很多人喜欢的像那位冲突当事人提出的无服 概念其实并非是一种服饰 去日本的无服店也很难买到完整的和服 因为这个词汇指的其实是制作和服所用的丝 知面料 由于日语中残留大量汉字组成的词汇 会对熟悉汉字而不同日语的国人 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比如日语的大丈夫意思是没事 手指的意思是现见 若是直接用汉语去理解就会闹出笑话 所以无服虽然叫X服意思 却不是某种服饰 而在历史记载中 无服也跟服饰关系不大 从无而来的工匠带去的 只是纺织技术和缝纫技术 其实可以从日语的这种特性 让我们重新理解日本服饰发展 虽然日本学走了中国很多东西 但分开两只发展之后 却是似是而非的两个结果 现代中国的服饰和语言 与古代中国相差很大 现代日本自然也是如此 此处就可以用上中学的支持点 高考时候都背过了的一切事物 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 变化和发展之中 三井屋服电事物的发展性 在中国带来了唐装 这里的唐就像汉服的汉指的不是 汉朝一样 它也不是指的唐朝 而是与唐人街的唐一样 泛指中华 当年APEC在中国举办 按照惯例领导人们 在非正式会议期间 会穿着东岛主特别制作的当地传统服饰 但是这种服饰往往是简化版的外套 既能体现特色又方便穿着 所以 2001年在上海举办的时候 就延续忠实对近丽领上衣的思路 结合西装剪裁 与之紧断面料 设计出了唐装 2014年在北京举办时设计出的新装装 采用的一样 始终是对近丽领上衣的基本款式 面料采用送紧 风格更为简洁大风 两者之间 可以视作式发展的关系 他们的基础 在更早之前是民国时的卦 清朝的堆积马卦 如此一步步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 发展着自己的变化 唐装被成功推广以后 逐渐成为了中式服装的代名词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许多并非唐装款式的服饰 也会被人称作唐装 这是大家对于这个词汇 的扩充 无论是中式服装解释的唐装 还是唐代的服装 都和日本服饰相差甚远 与巫服更是不在一个维度里 当我们的认知有偏差 或者行为有差时的时候 往往就惯于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 当中国的古装剧做不好服饰考剧的时候 服装设计师模仿日本服饰 就把日本史学我们这套说辞搬出来 而当那位冲突当事人需要掩盖事件发生的根源的时候 就把身上的服饰搬出来 我们所缺一直是面对真相的自信 历史与现实的真相 都需要我们认真去面对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